普京不仅要面对和西方博弈等大事,也常对社会治理的小事表态,最近他就对一种音乐形式发出了批判的声音。 12月15日,在圣毕德堡举行的纪念苏联和俄罗斯指挥在尤里特米尔卡诺夫发誓诞成的相关活动上,普京说了一番针对说唱音乐的表态,还是挺值得关注的。 整体上可以看出,他对说唱音乐没什么好感,普京直言,说唱音乐有三个支柱,性、毒品和发泄不满的抗议,这些都不是健康因素,特别是毒品最严重。 普京说,他很担心这类音乐正在腐蚀国家,甚至阻碍国家进步,而导致倒退。 本来这个活动是高雅音乐场所,他所会见的一些文化人士也都比较高雅。 在这个场合普京提到说唱音乐显得有点突兀,不过也能表现出,他对这种音乐形态的担忧。 普京的态度是,既然不能完全尽职,那么就应该找到一种办法来归杆和引导,避免出现负面影响的扩散。 普京说,如果不让说唱音乐表演的话,将产生不利影响,反而会加强其受欢迎的程度,如果不可能禁止,那么我们必须引导并指导他。 普京的这个做法还是很开明的,因为之前确实出现了不让说唱音乐表演的情况,结果闹得很不愉快。 穆书了解到,普京之所以提到了说唱音乐及其负面影响,正是最近俄罗斯社会上的一些有关说唱音乐的活动导致的。 上个月,一位名叫赫斯基的说唱歌手,在油管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获得了超过680的观看次数。 他写的歌曲通常都关于社会负面,比如贫穷、警察出报纸法、社会腐化等情况。 本来他准备在11月21日举行小型演唱会,但是警方提前不让举办,认为他会宣扬极端主义。 这位25岁的歌手很不满,在演唱会取消的现场即兴表演,随后被捕,之前他的举动让警察也惊呆了,被数百名粉丝围住的他,爬上一辆车,高喊我还要唱我的音乐,我最诚实的音乐。 这件事经过社交媒体传播,在俄罗斯年轻人当中,引发了一些热议。 11月30日,另一位收唱歌手歌,Flag宣布取消两场演唱会,理由也是警方对他的压力。 在俄罗斯年轻人中,颇受欢迎的收唱歌手也取消了在北部城市演库斯克举行的演出活动,彭克乐队Friend Zone也面临同样的情况。 木书了解到,一些俄罗斯的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对俄罗斯政府,对收唱音乐做法的不满,当然也有很多人表达了支持。 普京的态度其实一分为二,既讨厌这种音乐的附属品,但也强调不能禁止,而要引导,还是相对理性的态度。 你如何看普京对收唱音乐表态?点击头像,查看更多文章。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